我這邊好像有一些雄性塗 別讓我問說 歡迎光臨最美的地方在哪裡 我說禿頭啊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是剛洗完臉 然後完全沒有化妝的樣子 很亮 有沒有 我覺得現在亞洲人啊 以前可能會想說 一白遮三醜 可是講到重點了 我又不醜 我白我白幹嘛 你才要遮三醜 拜託 在影片開始前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正片即將開始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關曉雯 再見 哈囉大家好我是關曉雯 今天是我們重錄的第二遍 因為剛剛大放大 放大了我的胸口 今天呢是我們的生活Vlog 因為有近於上次 跟大家分享我一個禮拜小生活 發現大家好像蠻有興趣的 因為還不錯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一日保養的步驟 首先呢我們化完妝之後呢 就是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卸掉我的大濃妝 我怕我比較高不好拍攝 我們就跪著的卸妝 會很怪嗎 還好 還好 好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我用的這罐是這個 直春秀的卸妝油 然後它裡面是有添加一些那個 保養精華的 它非常好用 因為我以前用過非常多的卸妝油 就是會太油 然後導致 就是 因為就是我家會購不到這個洗手台 它就是邊卸妝邊保養 而且因為像我們男生呢 就是隨意卸 我們就比較不會拿那個卸妝棉 因為畢竟我們也沒有什麼眼妝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是要乳化 所以通常我會加一點點的水 然後呢把臉上的粉底液 然後塞黃然後搓開 卸得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再用一次洗臉 那我自己最常用的是這個 切斃的三步驟洗蜜膠 我知道有些人會說毛巾其實有時候細菌很多 然後或者是曬不乾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在裝潢的時候 我特別有做一個這個 加熱毛巾桿 加熱 它就是它會讓你加熱 然後它就會自己乾 然後去那邊殺菌 外面的加熱毛巾 它是要自己開關嗎 然後我又怕有時候 因為我的作息比較不固定 所以設計師幫我設計一個非常厲害的 在那個裡面可能拍不到 它是一個定時器 就是每天晚上6點到隔天早上6點 它會自動加熱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一個禮拜的步驟 就是假設今天是以來六個禮拜天 我們要進行一個深層Deep的保養 我們就會開始做一個 泥膜 超多東西 這是我的保養櫃 就例如說有時候你想要用比較深層淨化的話 你都用到這個 粉頭的天然竹翠的萃取 它們有顆粒可以洗臉的 然後今天我們是要深層保養 所以我們今天拿出的是這個 氣得是白泥 這應該不用介紹了吧 大家都看過了 都快用完了 我通常一個禮拜會用一次泥膜 發什麼事啊 我抓到 你個人嗎 幹我屁屎 但因為鏡頭會抖 我這邊好像有一些雄性圖 別讓我問說 換上來你最沒的地方在哪裡 我說兔頭啊 可以…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計時15分鐘 我們就會一直在那邊躺著 然後通常我是躺在那邊追劇啊 然後抬個腳啊 然後滑手機啊什麼的 然後你就會慢慢開始覺得 臉會非常的緊繃 好像抓住你的臉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準備去洗臉了 你看它有多乾 好冷喔 好像不太適合 做得很好 抱歉抱歉 切爾式的白泥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是剛洗完臉 然後完全沒有化妝的樣子 很亮 有沒有 我知道這個是一個比較不好的示範 可是我就是有這個不良習慣 並且改不掉 就是因為你用完切爾式的白泥之後 你的那些粉刺就會浮起來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 徒手擠一些粉刺 像是鼻子附近啊 你可能這樣 你看有沒有這邊都浮起來了 很可怕這邊 嗯 所以你這樣通常一擠的時候 它就會跑出來 如果說你鼻翼附近 還是有些比較深層的 你可以就是 把一些比較出來的刮乾淨 就不建議大家徒手弄到太深了 因為有時候太深的 一直就會這樣大爆炸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因為每個禮拜一次的生成時間 我們一樣是使用這個 切爾式的金載花化妝水 然後Innisifree的這個 綠茶子精華 之所以敷面膜還會上精華 是因為這罐很便宜 然後它可以讓面膜的效果 吸收更好 好 這個是我很常用的 辛彩面膜 辛彩玻尿酸超寶保濕面膜 因為我之所以喜歡它 是因為它除了保濕之外呢 它的面膜質非常非常的厚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建議大家一定要在臉盆前面弄 因為它真的太 太太精華太多了 然後敷臉的訣竅就是 把所有地方敷得很服貼 盡量不要有一點臉翹起來 那如果你用到不好的面膜 其實我跟你們分享一招的是 你可以拿一個剪刀把這邊剪開 把這邊剪開之後呢 這邊就會更服貼 為了避免整支影片都躺在同個地方 我們這次換個地方躺 觀眾也在意這個嗎 有比較好嗎 會再敷個15分鐘 那我們就 待會見 就是腿想放下來是不是 喔 它在錄啊 我想知道你說待會見之後你要做什麼 好 我們現在已經敷完臉了 然後呢 每一個人的步驟當然有點不一樣 我必須跟大家分享就是說呢 保養沒有正確答案 就是你喜歡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按照你的tempo走 只要不要破壞你的皮膚就好了 通常呢 因為我敷完臉之後 我可能會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maybe剪片 maybe看電視 maybe追劇 maybe滑手機 我會讓它持續在臉上吸收 可是在睡前之後呢 因為我本身是個 深度愛用保養品的人 像桌上這些 全部 不誇張 這都是我真的都會用到的保養品 所以呢 就是我自己在洗完臉之後呢 睡前會進行一個深層保養 像之前我在設計我房間的時候呢 我還記得設計師跟我討論說 你有希望什麼嗎 我就說我要有一大面的保養品的牆 以及呢 一個專門的桌子 是否我要擦保養品用的 所以呢 我現在是一個完全洗完臉的狀態 然後現在是假設我要睡前了 然後在睡前呢 我通常的步驟呢 是會使用這個 屏幕宣傳的磷脂水 第二個是那個 避而存在日夜期積水 這個 我記得如果沒說 它應該叫精透活源期記錄 它是有分早上跟晚上的 然後可以幫你護腳支撐 然後這是我用的夜期積水 好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步驟 第一個剛剛講到的是化妝水期積水嘛 然後再來這邊是精華系列 就是例如說可能 幫你寶濕寶入啊 寶濕寶入啊 寶濕寶入 寶濕寶入 這是精華系列 什麼小黑瓶小中瓶 還有這個特嫩精華跟小紅瓶 接下來跟大家分成三條路 如果說第一條你是想要抗痘的話 是這邊 然後第二條你追求亮白的話 是這裡 這邊 蛋斑亮白系列 然後第三個是比較緊緻的 是這裡 然後呢在眼周部分呢 就是這裡 那接下來一貫外跟大家還有介紹 假設說今天呢 我本身是一個小資族 我覺得小中瓶小黑瓶太貴了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 避而泉跟妾式的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是個小貴婦 那我當然當然當然我就是用 這貴 雅士蘭袋的小中瓶 通常你看那些網 你看那種在說 我跟你講 我原來手就是錯了 怎麼辦 不行不行 衝來衝來衝來 因為我看很多那種真正網美 你知道他們的小中瓶怎麼用 他是這樣 這樣 蛤 可是 其實我好像又錯了 是因為真的管子其實是不應該碰到臉 因為會讓整彎髒掉 所以應該是這樣 就這樣 這樣 睡著保養 一小時保養不晚 因為他還照鏡子這樣 接下來呢 看你們是走哪個系列 如果說你是抗痘的話 就會用到這個 巴拉蒸醇2%的水洋酸精華液 還有呢 倩碧的哀滴奇蹟乳 那如果說你追求緊緻的話呢 會用這個 雪花秀的晶瑩生精華 還有克蘭式的這個精華 那如果本身你想要亮白 或是蛋斑的話呢 可以推薦這個 契爾式還有呢 塞幣的推薦給你們 接下來呢 就會來眼周的部分 那如果說呢 你今天是比較小資族 想要選擇 比較好入手的價格的話呢 這個Lonreal的這個 也可以推薦給你們 他就叫紫蘊斗 然後呢 他是可以讓 插在一些細紋的地方 然後你會有感覺 這樣 這是CP值比較高的 可是如果說呢 你本身追求自己偏自虐 然後呢 又想要幫自己按摩的話 這個克蘭式的大眼精華 也可以推薦給你們 然後呢 他就可以邊按摩 然後呢 邊讓你的那個眼周擦過一次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幫你上 把你的眼周塗起來 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碗霜啦 碗霜的話呢 跟大家推薦這三款 是我平常一定會用到的 這個是 水磁場的 全新升級的 100小時的 倩碧的 這個是那個 氣兒式的冰河糖的蛋白保濕霜 可是這個是因為它是 70週年還100年 然後 170週年 對 這個是170週年限定 所以平常應該不是長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蘭蔻的這個亮白系列的 這三款是我平常都會擦的碗霜 可是如果說像現在呢 我想要 保濕霜的大保濕 我可能就會擦這個水磁場的寧姜 粗厚厚的一層 明天上妝的時候會非常非常有感覺 一起來你就會發現 天啊我現在皮膚也太好了吧 我覺得現在亞洲人啊 以前可能會想說 一白遮三醜 可是講到重點了 我又不醜 我白我白幹嘛 你才要遮三醜 拜託 你一妹的追求白啊 可是有時候其實美白的效果有限 可是我覺得亮 他們會真的發現你皮膚很好 然後非常的透亮 如果說你手部還是會有一些多的 像我自己的習慣 除了往脖子上抹之外呢 更多的我就會往這個 手肘擦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太高級了 不能這樣浪費 我們來給鏡頭看一下我現在擦完的感覺 我整個人有變亮嗎 有 額頭發光 我現在整個人是在發亮之後的狀態 通常擦完之後我就會去睡覺了 所以現在接下來夏天即將來臨 尤其是暑假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要把握時間 因為可能現在防疫期間 沒有這麼容易跟朋友見到面 下一次見面的時候要怎麼樣 要更漂亮 所以這跟大家好好推薦就是 這些都是平常我自己會使用的保養品 按照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氣候 然後不同的習慣 可能有抗痘 可能有亮白 可能有保濕 可能有緊緻 你可以按照不同的時間點來分配 然後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之前我看到一個網絡文章 他說肌膚的代謝 其實通常是要14到28天 所以呢其實建議大家 在一個月內去選一款來使用 你就可以明顯感受到說 這款對你來說有沒有用 因為其實每一款保養品 就是針對不同的肌膚去做設計 有些人是敏感肌 有些人他這個就是沒感覺 有些人就是不能添加什麼美容酒精 所以一些過程可能要透過自己的嘗試才會知道 所以你可能可以上網填寫一下 例如說可能一些問卷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膚質 然後選擇對的保養品 在每一天睡前的時候 好好跟自己深層的對話一下 然後隔天起床之後呢 你就像我一樣非常非常的亮 你上妝也會非常的保濕 而且你出門的大家會說 你皮膚怎麼變好了 好 開氣了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保養品到這邊 那如果說呢 你們有什麼更好的保養品可以推薦給我 也方便在影片下方留言來跟我們去討論 或者是桌上哪一款也是你的愛用品 一起跟我分享吧 那如果很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